頂著的黃柔座 用心量不去自活 柯文哲高歌旁邊站著 民進黨北市黨部主委黃成國 用心良苦傳情 心滅了愛惜了 北市這局戰將 剩下柯P 要不要 柯文哲常常陶醉 政院發言人徐國勇都是聽眾 給人創台前拍照 但怎麼穿著反科遊行 螢光梯 衣服來不及換 422下午可可遊行 李慶豐 王敏生 簡書培都到場 但晚上又跟柯P同桌吃飯 不可能那個桌子 也不如說我一坐下去 大家全部都跳開也不可能 所以大家也只要悶著頭把飯吃完 很單純的就是一個宗教活動 它跟政治無關 跟提名也無關 跟挺不挺科更無關 那比較抱歉的是 我們的這個四個議員 無端的招收到波及 反科挺科綠營亂鎮酒 群組委已經電話 徵詢議員意見 將他下週5月2號拍板 北市布局時程 我覺得黨中央必須要告訴大家 那也不要讓大家支持者 現在變成說互相指責 議員不可以是市長的粉絲 那當然我也不認為我是柯黑 所以不做柯粉 不做柯黑 就是只問是非就好 不要把這個政治搞到 好像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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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戶仇人 這錢補血 柯文哲也向藍吟示好 遇到新人耿威 指點年輕選戰打法 老將則是主動詢問 哪裡要幫忙 如果有特殊性的需求 如果他知道 他能夠參加的 他會盡量的滿足給議員的面子 柯文哲用心良苦做人情 劉一憲 希望選票自然出現 這張可良全文 看不到